我現在開始就要講台語了 大家好,我是材 大家好,我是材 歡迎收看材材 冠犬日記 連鎖九十九九都有新鴨瓶 今天我們要來試吃 這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也吃過 最近有發生到 它有出新的口味 什麼新的口味? 台湊大家看看 就是這兩個 給我寫個介紹什麼 口味啦 臭味 臭味 不知道雞鞋還是這包什麼 呃... 雞蜜 雞...雞蜜 我今天特別多婚禮 跟去日本 買一個日本的鳳翁 就是這 我們稍後來來吃看有沒有看 有什麼餐廳 這小包啊 這是八百零 對啊,八百零 裡面有高包啊 沒有什麼是高包呢 我也不知道 啊如果有人知道 可以在... 鴨皮 什麼鴨皮啊 鴨皮的鴨 什麼啊 跟我講啦 跟我講啦 要用這個嗎 那個是什麼 鴨肉 鴨肉 我都會撿那個 比較鴨的 對,比較鴨的 鴨比較好吃 鴨肉來是 日本的鳳翁 全部的 你說它是八百一百 日本的 五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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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整個抽選這樣 哦... 哇... 哇... 比較小塊 對,我覺得它覺得比較小塊 哦... 哦哦... 有很多粉耶 為什麼日本的比較多 台灣的裡面空氣比較多 空氣還是空氣 空氣啦 但是比較大塊啦 台灣的比較大塊啦 我覺得都很好吃啊 都叮咚啦 我們接下來要吃 光光先買兩個新的口味 嗯 先喝一下這個 先吃... 超... 厚米 厚米 怎麼樣 白色的呢 它的口味是 厚米 太陽 胡椒味 胡椒香耶 都是胡椒的味耶 哦... 我覺得都是胡椒的味 都沒有厚米的感覺 對啊,厚米在哪裡 比較強嘛 厚米的黃黃鮮粥 啊你是什麼 就是這碗 可以吃啦 大人的黃黃啦 哦,它是之前裡面有 煮一點的黃色耶 哦,你裡面都整個都是雞吃的耶 咦 這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這... 我有吃到雞米的味 怎麼有雞米的味 雞米是什麼味 雞米那種... 甘甜甘甜的那種味 感覺比較原味啦 原味就是... 沒有味啦 對,比較沒有味 還比較健康那種感覺 對啊,就是吃健康啊 不過很奇怪耶 我不會覺得紅黃吃到 對,越吃越快 欸,對,對 就是因為要讓你吃健康 吃不一塊 刷一塊 吃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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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喔? 對啊 是米的紅鮮粥 你如果是怕說吃這原味的 一包刷一包 吃一塊 吃太多 你就可以選這張 我知道啦 你如果是要減肥喔 你就吃這個啦 對啊 如果是沒有要減肥喔 你就 就可以吃這個啦 它的卡路里還是熱量也說比較少啦 每一百公劇是 四百八十二、四百八十五 啊這是 五百二十三 有差一一點點耶 差一一點點你知道嗎 不要啦! 說什麼英文啦 讓我們走在台語的時間就夠這麼結束了 查清楚在我們 明天再稍稍稍看 你心有麻煩嗎 再見 拜拜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夠這麼結束了 時間過了一間 秀一下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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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開心天天開心